下午的五點三十五分 又到了接近晚餐的時間 我們今天要介紹大家好吃的 那最近的連鎖素食店 不是推出一個龍蝦堡是掀起話題嗎 你知道嗎 我們今天要介紹給大家是高雄 這一家攤商販售的龍蝦沙拉堡 現在大家也覺得說很好吃 因為四盎司的龍蝦整尾就鋪在麵包上面 就是這個畫面有夠霸氣 同時還有滿滿的馬鈴薯沙拉 看起來好好吃 那另外在臺北有業者 推出了黑潮染殼龍蝦 整尾龍蝦像這樣子下去炸 連肉帶殼都能吃 刷上奶油沙拉堡送進烤箱 烤得酥脆誘人 甜肉滿滿的清爽馬鈴薯沙拉 再鋪上切對半的四盎司龍蝦 看起來超級浮誇 電材剛開 老闆接訂單的電話沒停座 門口也有限排隊人潮 高雄鳳山這一家龍蝦沙拉堡 開業兩年多 顧客說想要吃到大尾龍蝦 老闆索性開發出新商品 想一想 不然乾脆就迅動一整晚的回來賣 又看得到確定一定有龍蝦 對不對 你看得到你吃得到 採用口感緊實的青龍蝦 真材食料每日限量 顧客紛紛莫名而來 看起來這個好像 烏鑽索子有四樣式的 比較大的龍蝦 那就是說來吃看看 家有介紹 公司老闆台口味上做得還不錯 這位龍蝦下鍋油炸 彈牙的龍蝦豪邁假入麵包 連肉帶殼都能吃 搭配自製的塔塔醬還有拉叉醬 雙重享受讓韜客大飽口服 軟殼龍蝦它會像鹹酥蝦一樣 它這個帶殼帶肉就是軟硬都可以吃得到 台北這家餐廳推出黑潮軟殼龍蝦堡 誘人海味吸引大批民眾光顧 口感就還蠻酥脆 然後它加上它表面有一點點炙燒的感覺 就蠻香的 最近知名連鎖素食店上市龍蝦堡引發話題 也讓各地隱藏版的龍蝦堡紛紛出籠打賞熱潮 讓消費者一翔美味 記得蘇一庭楊莊銘綜合報導